有話就說一分鐘 隨著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展開 香港仍來了期待已久的旅遊熱潮 據入境處數據顯示 國慶首日即有22.2萬人次的內地訪客入境 創下了恢復通關以來的單日新高 而根據旅監局資料 國慶首日有167個內地入境旅行團到港 當中約74%會流港過夜 而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亦表示 餐飲業估算國慶首日整日的生意額約3億元 形容成績理想 並且估計未來數天會繼續有內地旅客來港 事實上 國家為港政策陸續推行 不斷擴展個人郵計或內地城市數目 再加上特區政府的宣傳攻勢 緊密與本地業界溝通協調 今次國慶黃金周成功做到人才兩旺 這一波旅遊熱潮的來臨 作為旅遊業的從業者 無論是旅行社 酒店還是零售店舖 都應以此為契機 提升服務質量 優化旅遊體驗 讓每位到房的旅客 都能感受到香港的熱情與友好 零售、旅遊、酒店等行業更應懂得因時制宜 靈活調整經營策略 例如針對此次黃金周中長途旅客增多 以及遊走大灣區城市的特點 酒店業可以提供更多包含 周邊城市旅遊套餐的同集團酒店住宿方案 吸引旅客延長停留時間 零售業則可推出更多具有香港特色的紀念品和限時優惠 滿足旅客的購物需求 而旅遊業則需加強與政府及其他行業的合作 共同策劃更多元化的旅遊產品和活動 展望未來 香港旅遊業的持續復甦與升級 今次國慶黃金周圍 香港旅遊業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 香港要以更開放姿態和更專業的服務 同抱香港旅遊新篇章 共駐新輝煌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